哇这个超大 太爽了 这个牛肉圆子 这个和我们国内的口味特别的接近 昨天我那条100块钱 在马达加斯加能买多少东西的视频 发出去以后 然后马达加斯加的老坛 他看了以后他说 周啊你买的太贵了 这个东西 你应该把家里的小李 帮忙的伙计带出去一块买 带着他买的话 你才能知道真正马达加斯加的这里的价格 因为他们看我是外国人 可能他们给我要了好几倍的价格 可能我不知道 就是个别 但是大部分的话还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今天我就带小李出去 小李走 和我一起出去买菜 买菜 骑摩托车 摩托 大坦带着小李的话 这个价格会不会和昨天一样 今天带着小李出去就只带3万多块钱 马币就是人民币50块钱 挑战一下 50块钱人民币 带着小李出去的话 又是一个怎样的花法 骑摩托车出去了 跟小李子 小李子这个油怎么说 要不要加点油 先去加点油 摩托车加点油 嗯 我们到加油站了啊 我们给摩托车加一点油 把它加满啊 附把它加满 我们看一下他这边马达加斯价的油价啊 他95号汽油的话是5900一升 现在是七八块钱一升的样子 嗯 加满 巴烂 巴烂 又学会一句法语去 巴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摩托车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空油了 把它加满要多少钱 这个钱加1万多就没了 50块钱会不会 门口加个油就把我的钱给全部批刮了 对了 好了 已经加满了啊 哇 加满油27000 看来我的50块钱马上就没有了 估计今天的费用已经超过预算了啊 谢谢 拿西 走吧小蝶 我们买菜去了 我们现在到市场了啊 然后小李要把这个摩托车 先停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啊 应该是要收费 停车费 要给他多少 哈喽 6000 不是6000这个牌子 走的时候再给对吧 好好好 带大家看一下啊 马达加斯家的猪肉 猪肉是什么价格 钱拉吗 就叫这个 yes 啊对 这个不知道 小李 帮我问他这个多少钱 嗯这个 好小李 你来你来帮我付钱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多少钱啊 大概看一下 给他2万出去啊 看看他们找多少钱回来 就知道多少钱了 好看一下啊 我们的猪肉买好了 给他2万找回来了9000 呃就是1万1啊 刚才那个大概是两公斤不到啊 两公斤不到可能1.5公斤的样子 大概就是和人民币十几块钱啊 我们再去买一点其他的小菜啊 小李带着我进这个菜世界的汉道里面 哇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市场啊 不然我都不知道他不带我来的话 马达加斯家这边的这种土豆啊 特别好吃 嗯这个 这个弄上一点 好看一下啊 这些土豆 多少钱 这个土豆啊 一公斤 是2000马币啊 这个螃蟹 这个螃蟹 昨天我们吃那个 这个螃蟹 螃蟹 螃蟹 在哪里 好去找找 对对对就是这个 卧槽好大呀 yes 哇哇哇哇 兄弟们给大家看啊 这个这个青蟹超大的 在马达加斯家很便宜啊 这个 哇这个这个超大 太爽了这个 好 这些 都 都买了多少钱 你帮我问他 嗯 我把他这些剩下的全部买了啊 可能大概 两公斤左右 估计应该是有两公斤 不知道多少钱 这些螃蟹啊 大概是2kg 19,000大概就人民币256块钱 嗯 两公斤打琴蟹啊 我的天啊 好我们再买一点这个大米啊 这个这个是马达加斯家挺好吃的 一种红米啊 17,000一公斤 好一公一公斤的大米啊 好再买一个马达加斯家的木瓜啊 你帮我挑一个好一点的小李 嗯我不会挑 这个好 还是都不好 如果说这里no good 我们就换换一家 如果说这里的good 我们就买不好是不是啊 不好就换一家吧 嗯 走 这家的这个凤梨看起来不错啊 这个菠萝 还是木瓜吧 这个木瓜 挑一个 哪个好一点 小李子特别聪明啊 他好像感觉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他帮我挑哪个好 这个好 嗯 嗯 挑两个嘛 2 挑两个送 送给你吃一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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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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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购物栏已经满了 我让小李子把这个木瓜 把它放到 放到摩托车里来 这样的话就就有空编了 哇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群 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这个在干嘛 小李子 在非洲啊像这种情况是随处可见的啊 他们 非常非常能歌善舞啊 在街上 就街头音乐非常的动心 昨天看到这个就 馋口水了 这个要一份 你要吃哪个 你也吃一个 2份 1 1 你一份 我一份 吃这个肉圆子的吧 我老家这个比较多 这个牛肉圆子啊 这个和我们国内的口味特别的接近啊 然后他还有一个这种辣椒酱 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点这个辣椒酱啊 然后请小李子也来一份啊 这个你喜不喜欢吃 do you like you like 这个有点很像我老家的菜啊 味道很接近 我看到这个圆子啊 在非洲能吃到这种 牛肉圆子啊 真的是很难得见的 但是这个 他的这个圆子感觉这个肉 饭的不是很多啊 不够Q弹 他们的吃法应该和我们一样 这个真好吃 哇小李子吃的太快了 他就已经吃完了 谢谢 哇小李子已经会说谢谢了啊 走吧 他这个吃多少钱 这个两份原则 这个六千 好了小李子 我们go ho 好谢谢啊大哥 辛苦了 哦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衣服啊 新密室职俄初中 校服 这个是校服 好我们买完菜回家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街道 今天好像上街的人特别多啊 回去的路上小李子 这个大哥看起来有点像中国人啊 这个路上是什么 应该不是 他不知道要买什么 好了我们买完菜回到家了啊 我们的狗狗旺财 我们的婶婶来开门了啊 等一下算一下啊 今天带着小李子出门 花了多少钱啊 这个是给你的 小费 谢谢 今天帮忙的啊 好 谢谢 刚才算了一下 今天的开销啊 大概花了7万多马币 和人民币的话 大概100多块钱 花超标了啊 今天直接摩托车汽油 就差不多快超标了啊 今天那个开口说大话了 就感觉50块钱能搞定 结果就花超了一半啊 又有青蟹猪肉 还有一些木瓜 土豆啊 加油 总共花了110块钱人民币 大家觉得这个消费怎么样啊 然后这个小李子 他应该是帮我省了不少钱了 如果是我自己买的话 估计得花到150啊 这个是我猜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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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